70周年 我很高兴出席同事追梦人 港澳同胞奉献祖国 70年大型展览 与大家一同见证国家发展的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 香港各界在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开放的过程中 既是贡献者 也是受威者 在一国两制的图特优势下 香港受威于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机遇 近月香港社会出现了非常不稳定的情况 特区政府一定会与大家一同沉热应对 恢复社会的秩序 维护法治 珍惜香港 珍惜一国两制 珍惜我们的家 展望未来 特区政府会继续带领香港的各界 携手同心 继续发挥我们背靠祖国 面向世界的优势 特区政府会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参与一带路及越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支持年轻人继续寻梦 追梦 足梦和圆梦 我们会继续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创业的机会 面对持续的暴力违法的活动 香港社会正需要强大的正能量 我恳请在座各位 坚决地捍卫香港的法治 支持社会早日恢复平静 让特区政府可以集中精力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